为了倾听民众需求,促进地方发展 竹山镇公所在镇长陈东木带领下 也积极到访各里,召开里政联合座谈会 日前活动也来到中山里进行 在公所各科室主管报告年度施政成效后 也倾听地方需求并给予协助 先月牛昊当天也出其活动表达关切 并肯定陈镇长及公所团队的用心 我们后续还有其他个里 我们会陆续前往各里 下乡来听取林长还有里长还有里监市 社区里监市的一些有关于基层建设的一些意见 他们的意见会留供我们公所 未来施政的一个参考 镇公所这边镇长跟一级主管报告了许多 他还这一年度对于镇内的一个施政的概况 那同时的话也让许多辛苦的林长 他还去反映很多地方的一些需求 公所这边也一一做一个回应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先议员牛昊对于公所规划里政联合座谈会的用意 也给予支持 并表示对于地方所提之需求 如需要他来向县府协调之处 他也会全力配合 让地方问题得以改善 也期许透过公部门与民众积极且有效的沟通之下 让镇内各项市政建设能够更加顺利 造福地方 那我的部分的话也刚好在这个部分 可以去以医院的角度 还有如果有需要县府做沟通的一些案子 或一些问题 还也可以配合着一起服务我们的证明 那也希望说未来竹山镇 大家不仅是在公所县府 还甚至在中央的部分 都能够共同重视我们竹山镇 大家证明的需求 还希望说未来这样子积极的沟通 以及积极的一个努力协调之下 可以让我们未来竹山镇的一些施政 以及作为能够快又有效 还在这里也祝福一连串的这个座谈会 礼政座谈圆满成功 议长何胜峰肯定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 也希望对于民众反映事项 公所能够重视并给予协助 让地方建设能够更加完善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